Hello 大家好 話說前輩的標叔曾經說過 馬場專修聰明 這句金句直到今時今日都依然用得著 當全世界都以為百萬挑戰盃 前三名的馬會爭崩頭的時候 現實就往往不似預期 爆冷收場 輸本身並不可怕 但我們更要知道為何自己會輸 所以今集另類投資系列 就想和大家說一般馬迷的頭珠貿物 事先聲明 這條是解說的影片 而不是鼓吹賭博 影片主要包括三個範圍 為何不要盲目跟貼士 為何買騎士王會很高風險 賭徒貿物又是甚麼呢 不想董上水魚的你 就記住看一看上去 我們的頻道《投資料通》這個頻道 主要會分享各種投資理財和家歷知識 有興趣的觀眾不妨訂閱我們 介紹給朋友 等大家一起進步 事不宜遲 去片 好 相信不少馬迷劈頭會問的問題 都是那句 有甚麼貼士 打開一本馬經 相信都會大肆宣揚 上一個賽日馬評價 如何貼中馬我們 又如何中過關等等 吸引馬迷去跟貼士買的 但是 怎樣跟好呢 道理很簡單 當你買4隻馬的連贏 就要錄住了 開中第Q隨時中都要輸錢 但若然你會選一邊馬做中心 同樣都是4隻馬 就只需要三住 至至然就可以提升到回報率 只不過問題來了 如果臨場有一隻放頭的爛馬落飛 還要大大力地落的話 一般馬迷根本不知道究竟跟哪隻買好的 買又怕上輸 不買又怕走保 但出大約這樣 陷入了兩難的死局 要破解這個絲維困局 就一定不可以盲緊貼士了 要經過自己客觀地分析戰局而落豬 這個時候 我們要考慮兩件事 1.命中率 2.直撥率 簡單來說 命中率可以理解為 投注者選的馬 有多大機會會跑出 而直撥率 是投注的回報率 有時 投注者會對冷碗有情意結 因為他們有比較高的賠率 但吃得鹹魚抵得渴 買冷碗就預料不會經常中 配合上集說過的落飛模式 找手突擊才可以有機可勝 而事實上 騎士王就是一個很高風險的投注 因為騎士王是隨時跑到最尾才勝負的 話說潘頓贏面高 公眾熱門 抵不抵搏就見仁見智了 而參考現在馬會騎士王規則之下 任何一位騎士 只要在其中一場有跑過 就算那位騎士在餘下的賽事被停賽或商出 退出騎士的騎士王投注 都依然是有效的 變相騎士如果有什麼頭暈生氣 中途要退下火線的話 馬迷就有機會會局輸 好像冠軍騎士潘頓和莫雷拉 都曾經試過拉親背後退下火線 未跑先輸 都不是說不激氣 另外 吸制賽亦都是直撥率偏低的賽事 以那場三巨頭董事杯為例 撞正小馬 實力 又有明顯分野的賽事 好像不理會買什麼賽事 都不是那麼划算 放棄買才是一個精明的投注者 落飛也不一定會中 不落飛也不一定會輸 一切都只是機會率的問題 當你心目中的馬在雜前回飛 其實就是一個信號去提示自己 咦? 會不會是自己太喜歡那隻馬而選擇性生命呢? 以2月8日的第六場為例子 職業集團明顯覺得大熱門沒什麼機會會贏 繼而就投注去其他馬 就算你的心想投注到大熱門 都要控制著自己 不要買大駐 才不會輸得大 等機會才出手 其實要贏錢 就要先不要輸錢 衡量好自己的勝算和風險才買 才不會敢輸不敢贏 而在心理學上 有一個很著名的定律 就叫做賭徒謀誤 Gambler's Fallacy 由於某一件事發生了N多次 所以接著沒什麼可能發生 或者由於某一件事很久沒有發生 所以就很可能會發生 嗯? 譬如是以下這隻馬 每次抽一檔都會贏 但下次下下次抽一檔會贏的機會率 都會因應賽事變化而有分別 放頭放不放得出 有沒有被人鬥散 都已經會差很遠了 不少馬迷選馬的時候 小斑面會先有想選的馬 之後才有選的理由 但我們選馬的時候 一定要用同一個標準去選 才不會阻礙一巴又一巴 結論 炒股票贏的是道理 帕馬贏的是推理 不管看神操還是看賠率 想長玩長有 就唯有不斷磨練自己的技術 輸的時候輸入堂 贏的時候贏的廠 才有機會在市場上賺多錢 另外我想帶出一個反思 很多錢反迷輸錢 會賴騎士賴地硬 但又有沒有想過 是自己的投注方式有問題? 停一停想一想 重新思考一下自己贏的方式是什麼 可能才是成功的一小步 喜歡這條影片的觀眾 不妨按一下like支持一下我們 而有什麼提材想我們說的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讓大家一起進步 記住 在成功路上 你並不孤單 那麼多的馬迷留意 我們的馬場Winner表情包已經上架了 大家快點下載下來用吧 我們每個星期都會定期出片的 然後不要忘記幫我們like一條片 在下面留下comment 和share給你的朋友 記得按旁邊的小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的影片和更新了 數一數這個QR Code 都可以找到我們頻道的IG和Facebook 上面會有不同的資訊提供給大家的 財報消息 即時新聞消息 還有彩蛋 不想錯過的 大家就記得follow我們啦 投資一理通 理財很輕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